却让很多人在观影时泣不成声 他叫肖大明 是个单亲爸爸 老婆在很早的时候 就由于多发性硬化症离开了人世 而这种病具有遗传性 老肖时刻担心儿子会突然病发失明 于是逼他去学钢琴 就怕有朝一日儿子真的失明 有一个可以瞎了也能养活自己的技能 可小冬却热衷于长跑 想要夺得冠军完成母亲的遗愿 老肖担心剧烈的运动会激化病情 就在比赛当天把他反锁在家里 可小冬还是偷偷跑了出去 小冬来到赛场 同学却找不到他的鞋 原来老肖还留了一手 他把儿子的跑鞋偷走 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他比赛 结果小冬竟然光着脚跑了出去 看着儿子血肉模糊的双脚 老肖心如刀割 他让儿子过来穿鞋 可小冬却不肯理他 拼命的向前奔跑 他不仅是在比赛 还在与命运抗争 可你以为上天会被小冬的坚强所感动吗 小冬还是没能逃脱遗传的疾病 由于神经被压迫 他眼睛只能看到模糊的光影 小冬丧失了唯一的梦想 他朝着上天大喊 面对儿子的失明 老肖恨自己没用 恨上天对他们父子不公 可生活还要继续 他是儿子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 他必须要坚强起来 看似是一句玩笑话 可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郑重的承诺 儿子患病失明 为了在自己有生之年给孩子铺好路 这个男人连口肉都不舍得吃 同时嘲笑他 同时请客也被他拒绝 他在维护自己谨慎的自尊心 老肖每天拼命工作 其他爹哥闲远闲累的活 他都来者不拒 他戒掉了最爱的肉 跑完活也只用姜水洗车 老肖用省下的钱给儿子买的新钢琴 就是为了防止自己走后 儿子作为盲人 也可以有遗迹之常养活自己 可儿子每天郁郁寡患 也很排斥老肖的照顾 老肖没有办法 只能装作哑巴护工照顾儿子 用手机语音和儿子交流 儿子带着他抽烟喝酒自爆自弃 老肖担心儿子的身体 可不知道该怎么阻止 儿子还要扎自己老爸的车 我放前摊 我放后摊 不要 违反的 字还没打完 儿子已经把轮胎放得进 老肖是既心疼又无奈 小冬耍酒疯踢倒了一排车子 梁父子被保安追得很狼狈 小冬却很开心 他压抑太久 看着在暴雨中猛眼奔跑的儿子 老肖突然意识到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儿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老肖决定完成儿子跑步的梦想 为了帮助儿子陪跑 他开始每天跑步 直到面色苍白力竭为止 为了练肺活量 他拿起尘封已久的小号 还被隔壁老太太吐槽 终于一条红绳连接起了父子 一声呐喊咒 老肖陪着儿子奔向赛道 也奔向心声 也许小冬的眼睛今后都无法覆灭 但只要心中有光脚下有露 小冬就无所畏惧 因为他还有一个平凡 却又了不起的老爸 是什么样的演技 让一个角色被演尽了今日说法 甚至有观众呼吁让警方好好查查他 因为他太像通缉犯了 而这个演员就是王彦辉 在电影烈日酌星中 王彦辉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配角 只靠着片尾三分钟的神讯性 却成了整部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 他自如轻松地把杀人犯的形象诠释的入目三分 毫无表演痕迹 甚至让很多人以为这段是纪录片中真的杀人犯 王彦辉早年一直活跃在话剧的舞台上 显为人知 后来通过宁浩 曹宝萍 徐章等导演的慧眼诗人 才一步步地走进大众的视野 他的演技成熟自然 却又会赋予每一个角色鲜活的生命力 不论在电影中扮演多小的配角 只要镜头里出现他 你就会被他的角色所吸引 可每次演完观众却不知道他是谁 只会记得他演的角色 这或许有些许遗憾 但作为演员 这恰恰是一个角色塑造成功的表现 在新华路放中 他是唱着喜洋洋的黑帮大哥 在《我不是药神》里 他是那个贪得无厌 却又在被抓后 因顿无而狂叫不止的假药伤 在即将上映的新片《了不起的老爸》中 王彦辉饰演一个满脸胡杂 邋遢肥胖的老爸 为了帮助失明儿子完成梦想 这个频繁的老爸迸发出了了不起的力量 在车里 王彦辉的一场哭泣让人印象深刻 眼泪中满横一个中年父亲的无助和心酸 这是一个用父爱向阳而生的故事 既有充满烟火气的父子关系碰撞 更有关于一路陪伴 并肩起跑的温馨氛围和热血质感 恰逢父亲节 你能在影片中感受到父亲不曾和你表达过的爱 因为父爱总是那么无言 却又深夜